很在意就是 你那种事说 对都有点在意 这个事吧 就是 我最在意的 那个 咱俩当朋友处 真是老奶奶钻被我 给爷整校了啊 大妈直呼精神不好疑心病太重 虽然为大爷的高收入所折服 但是还是忍不住想问人家离婚的细节 没想到给大爷整不累了 直接就要忠实相亲 大妈这才慌了啊 我要求就是挺高 我的择偶标准呢 是那个找三偶的 其实是 找三偶的 完了就是说 有车有房的 就是说薪资是四千以上的 就是退休金 因为啥呢 也不是说非得奔着人家的钱什么呀 因为毕竟这个岁数了 也不能太去拼一下 另外也能说考察一下 就是他这个是不是正能量 主要是找阳光大气的 不抽烟不喝酒的那种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耳朵一叉眼睛一戴 再配上咱大妈这头干练的红色短发 看着还真是格外精神啊 见到红娘的第一眼 人家也是坐下身来单刀植物 直呼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车房必须要有 而且工资收入也不能少了 咱大妈嘴上说着不涂贤不涂财 但是这则有要求当咱们耳朵笼了 那您是就是怎么看见呢 王大哥呀 我在一个节目当中嘛 看见那个就是 他这星期 我感觉他不抽烟不喝酒的 感觉他说话 言谈举止吧 还算挺好吧 我想来试一下 但是我也不知道 那个实际上能不能一样 因为我也要求有演员的 对 但我得提出一点啊 就是王大哥就是有点心底 因为他之前比较弹黑呀 或者怎么样 您也看着了 这个应该问题还是不大 就是以前可能我会考虑的 因为啥呢 现在就是从云绝顶嘛 就是这个岁数了 也就不会在意 这个什么了 就主要是人的性格好 阳光 王我就是想找一半呢 就想找一个像从小夫妻的那样 我不喜欢找分心眼 因为我这人比较透明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说起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咱大妈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无打无把握之杖 直言自个在节目上相中了一位大爷 爱情靠争取悔爱不放弃 自个之前还一直複複有欲 之所以鼓起勇气找到咱们 就是大爷给予人家的勇气啊 不过咱们到底是奔着爱情的来的 还是奔着钱财去的 一切都有味可知啊 哥 你好 还准备这么多水 谢谢 这么漂亮 辛苦辛苦辛苦 幸福最幸福 认识一下 石姐姐 石姐姐 嗯 我吃有点鸡的风呢 啥都拿不住了 这个玩家往回 我石树香 石树香 历史的水 历史的水 天热啊 晚上我在那块找停车卫生 我行的这块也没有超市 就买了几瓶水 一算起咱们应该是5个人 买了5瓶水 我跟那个草药袋 他说没有 没有 我就拎过来吧 感觉怎么样 拿着水了 挺温馨的 这马上说姐姐可 是不是 咱找个地方坐着聊呗 找个地方坐着聊 谢谢你的水 行 我接受你的谢谢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炎炎夏日 大爷也知道人家受苦受累了 奔着过来的时候 还贴心的准备了冷眼 不过咱大爷这一上来 就差点栽了个跟头 这还没过年呢 可就差点要上红包了 身高就不用介绍了吗 没事 我也 身高长相就这样了 现在是最好的事 明天比今天还老一天 连同能寺退休 现在退休金 现在能开到八千 八千多一点吧 但是不能老开这么多 因为我这里都有企业年纪 我的个本退休金是四千 四千二百多 忘了四千二百多 因为我也不开 说起咱大爷 人家也算是相亲的盯的户了 因为身高长相原因 四次被人家拒绝 整个大爷也是无奈至极 真是央地里窜老虎 一想不到啊 咱可算是知道 为啥大妈相中人家了啊 人家这每个月的收入 足足有一万两千个馒头 证认谁谁都都忍不住厌口吐吗 那个你是李毅的 对 能简单说一下吗 我是怎么个情况呢 嗯 嗯 嗯 我们俩的婚姻嘛 不算是太和谐 嗯 嗯 我的性格是啥呢 是想往大了干 嗯 想把这半江公司成为一个 废哥 昌仑市最大的半江公司 嗯 用我的话叫啥呢 人生能干咱就干 嗯 等不能干时候 然后给儿女也留下一份资产 完之后父母岁数也大了 我就从了他的院了 我说你那么办 嗯 既然咱不不想把半江公司干大了 嗯 我也同意 就把这半江公司这些车就卖工人了 嗯 带着活源就卖了 玩具这么缩小 老妈现在得进了院了 嗯 嗯 原句话吧 我信我照顾他 但去年 去年我照顾他时候吧 由于劳力过渡吧 又搬家又那什么 再加上那个 跟我爱一个 那个感情不合 又照顾 又照顾孩子 又照顾生意 完了之后 说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大爷直言自个是一个这种原因 才导致夫妻两人感情不合 大爷先前是趁着年华卫士 想拼进最后一把力做大做强 这样不仅能给一家人更好的物质生活 也能给未来的子孙一份保障 有干净又顾家妥妥的好男人 但是前妻却意见不合 想要带着父母安心养老 但是爱人确实对了意见 之后又遇上了各种大事小事 这才导致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隔隔 他给你的解释 你 嗯 感觉不是那么信奂 他给我的理解解释 他给你的答复没有让你满意 对可以这样说 因为啥呢 我的严格上来说 因为我的作业表 是找那个就是丧偶的那种 因为比较事少 你要是就是 他就前提就是 第一是服务率大 服务率高 第二呢就是因为有子女嘛 就有子女做那个纽带 这样你就搞不齐 人能复合 是这样 这样你就事多了 而且你就很操心 没有安全感 真是苦地妙了一天 哭肉 属实不妙啊 钱都大呀 呼样样的讲了一大堆 但是貌似大妈 是一点都不相信啊 对大爷的经济收入 是深信不疑 但是一问到人家的感情经历 大妈却知乎 李懿没有安全感 大妈就是打心底绝的 有孩子隔在中间 两人的感情就有了扭带 惺惺之火中坤燎原啊 他觉得你李懿可能复婚一点是孩子在中间 这点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呢 最主要就是孩子 孩子是我们俩复婚的一道不可一跃的风格 孩子不同意你俩复婚 对对对对 孩子就是在几年前他就不管他妈叫妈了 看到大妈打心底的对自己提出了质疑 大爷也是一脸的不自在 毕竟这一心也太重了 直呼两个人已经把刀劈端说断就断 早就分道扬镳各自安好了 孩子也犹豫前期的不行 无此关系早就遥遥欲对了 就是当着节目组的面做出保证 就看人家信不信了啊 对对有点在意 因为我喜欢我的这种标准是啥 就是喜欢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因为像你这个这么能有能力的人 可以说正能量吧 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很少 所以这方面我看那个节目我就挺 感觉这人挺好 我看你能够言谈举止啊 也挺大气的 不是说猥琐的那种 完了我就给那个美女打电话了 我是这个我不知道她承一承 但是这个我确实挺中意的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就是追求一下吧 就是说但是这个礼意 我确实到现在我也有点纠结 今天来我还闹心 我就因为现在是咋的呢 这个你得理解 因为现在富贵率太高了 就是我这啥时候 我为啥要找呢 因为我胆小 我是19年得过那个隐形形蛇盘床 等到吃药吃到第12天那下 往这脸就黑白 一开始我没黑白 我脸可干净了 往这也没有褶子 往这又处理褶子 就那药挺霸道的 吃完之后就把手举起来 要是这样没看着屏幕呢 达到那个程度 它那药有点就是分解精神 神经的那种 我了解那个事 真是和尚经了固子 属实不妙啊 看到大爷脸上一路闷闷不乐 大妈也是说出实情 直呼现在离婚的复婚率太高了 而且孩子爆出 自个先前身体有过毛病 是要三分毒 吃的药会导致精神出现问题 再加上自个本来就是个人精 所以才这样的啊 这个事吧 就是我最在意的 咱俩当朋友处 为啥说呢 我最在意的就是健康 但是你那个人 我毕竟就是说 多虑也好 不多虑也好 你毕竟提出了这种 那什么 但是我感觉你是多虑了 因为我身体非常健康 因为我现在是啥情况呢 我自己 我也能养着我自己 就是主要是 但是小疫情嘛 引起的 我才有找伴的心理 我一开始是没有 准确地说 我不公为地说 你有很强的性格 这是一 第二呢 你给我的感觉 你是非常干练的一个女生 我说你不讲 你就是我非常 咱们不用说光伟的话 没关系的 就是啥呢 就是你没看到我呢 会一定说是 我不如 谁谁谁 说说我 别 别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啊 没有关系的 也许你在游戏 我没看到女朋友呀 对不对 没关系的 咱看这么亲事已是 断了先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虽然说钱头大爷对大妈 还兴趣傲然 但是因为人家对自己的质疑 导致大爷也是坐不住了 毕竟自个要条件有条件 就这每个月的收入 别说年轻十岁的了 就算是有些小年轻 说不定都要玩着未来啊 你很担心对方健康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讲的就是说 我跟所有人都说 第一有演员 有共同语言 第二就是健康 健康没有一切规律 是因为父母当时健康出现问题 然后也给你造成影响 对呀 因为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不硬带拉伤了嘛 那个感觉 说句话 没有健康 有别的都没有用了 生命都没有意义了 也很优秀 不优秀 现在就是真的 就是好像 不是说被社会所淘汰 好像被个人所淘汰的 暂时性的 但是我说的是暂时性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自信啥呢 就是说 我要想找 我就能找一个我所喜欢的 我要想找 我要按照我的阳格标准的要求 我是宁缺无滥 未经许时间 我可以带一把阳格标准的 可以带一把阳格标准的 自己可以带一把阳格标准的